光复乡市指挥公园正式更名为马泰安公园之后 乡公所积极向上争取 获得众管处支持 赤支2000多万元协助地方重新整顿 除了打造成为台九县森林休息站 乡长林清水表示说 也将会是习利潭油气区的交通接驳站 施工人员正敲打公园就厕所建筑 准备优化改善 未来成为台九县上五星级的公共厕所 提供更舒适方便的服务 位于台九县马泰安西桥 进入光复乡重要门面的马泰安公园 在马泰安部落争取下 从市指挥公园正式正名为马泰安公园 乡公所也同步阶级向上争取 获得观光局华农总管处的支持 今年重新诊断 经过三年的争取跟规划 我们感谢总管处给我们原来的市指公园 规划成马泰安光复马泰安公园 我们希望这公园完成 就是希望变成一个公路的休息站 大家累了 可以这边上个厕所 可以休息一下 我们原来比较老旧的东西有拆除掉 一些树木 我们把椅子看起来就不会那么 好像比较空旷 动工多时的马泰安公园整治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乡长林清水今天上午也亲自到场关心施工作业进度 感谢总管处鼎力协助地方建设之外 林清水表示未来不仅是光复乡地景艺术门面地标 乡公所也将会进一幅规划成为吉利潭尤其区的交通接驳站 第二个说希望变成我们吉利潭一个接驳站 我们这边吉利潭很近 我们希望两个地方可以接合起来 变成接驳站 所以关木乡是一个新的休息地方 然后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有个地勤 只要过了马泰桥过来之后 那就看得到我们这边是叫关木乡马泰 不要有些车子经过太久 现在也不知道 我们总的不要把路口这边往东移 所以下来马泰桥之后 就不会那么急促地转进来休息 证明后接手诊断的观光局 华东重管处赤资2000多万元 诊件公厕 公园环境设施 以及森林景观植栽优化 计划在明年3月份能顺利打造马泰公园 成为台九县一处森林系公路休息站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